大家总终介绍一下 他的出现就是疯狂的提升了我们主创团队的颜值 他说我们主创团队的颜值单单 然后也是我们这个主创团队的新成员 让我们有请中国新说唱音乐主顾问吴亦凡 当然还有我们主创团队的市民的工作 如果出差没有什么来到现场 当然他已经把我们的整个场景搭造的美了美滑了 所以他建议到现场给大家打个招呼 我说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总顾问 反正其实今年除了大家知道是我们的明星核心的明星制度人之外 还带来了我们中国新说唱的音乐总顾问 那我们在6月6号会听见他自己词曲 这个整个有一首新歌叫《天地》 这个《天地》的词曲都是由海湾自己操刀的 同时他还担任了这支音乐MV的导演 MV也是自己拍的 然后《天地》就是我们中国新说唱的主题曲 对吧今天可以说的 《天地》首歌就要主题曲 昨天我们就透露《天地》首歌要在6月6号发》 然后我在中国圈还发明明片 对明片是6月6号 对明片是6月6号 然后我还说了这个666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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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起,我做了这个发布会,我们特别的熟练,很好的,柯老师非常好。 在全球去争取而作唱的DRAP UP,尤其是五三岛,就是参入了北美地区和其他地区,北美地区的征选。我想问一下,今年的这样的一个计划,对新说唱,带来一个主要的新的感受,向前提了,你找老师看一下。 首先,新鲜的计划,其实在台湾的宝库,我们看到很多很棒的这种文化,在用中国的照片,很感动,展开东西的一个文化的输出,所以在于两个人有这样的机会,有机会展示自己,第二,喜爱上中国的这种文化,包括是中文的说唱。 谢谢。 我知道去年中国的全国消息传续人员 因为今天中国新闻上好多网络的选择和说明 最早已经之前有决定的回忆已经更多 然后这次应该选择选手吧 会不会出现更多 这次选择选手的时候会不会被人家纠结 对 会不会是吗 纠结 纠结 以我的性格应该不会 我会这个 一直保持我的这个 因为我们在那个之前已经录完了 北北赛区的这个比赛 所以你们知道我当时的感受是什么吗 就是 所以我的五十座我的沙子五又回来 他仍然保持着他的高的标准 和高的这个标准 所以这个 谢谢 我在一起